好的 主播觀眾 總統府今天下午是開了記者會來公布 這大法官的四位被提名人 不過國民黨現在也質疑了 像是有些人的身份背景 跟民進黨關係是不錯的 質疑是綠油油才能被提名 府方又是如何回應呢 聽一下稍早訪問 被提名人是被提名 那我剛剛的說明最主要是說 這個除了依照這個憲法條文的規定 那這個由審見小組提出這個意見之後 總統一線把來行使他的提名權 那這個大法官就是獨立行使職權 他們每一個人的學經歷 還有包括他們我剛剛介紹的背景 應該是每一個人都是相當優秀 那他們也會就是這個來 我們到提到立法院這個資文之後 經過那個公聽會跟審查會的過程 那會接受立法委員的 他們的一個質詢 來做最後審查的依據 對外界的質疑 我們可以看到是由總統府秘書長 林扎龍來回應的 不過其實這四位的被提名人的桌上 其實都有一支麥克風的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形主播